接下来呢我们看范恩图 范恩图是怎样的呢 它是一个封闭的区域 它用一个封闭的区域来表示那个集合 然后呢这个封闭的区域里面呢 它就考虑 它所考虑的点呢 就是这个集合的元素 说 封闭区域外所考虑的点呢 就不是该元素的 不是该集合的元素 所以这种画法呢 我们就叫范恩图 它是以一个直观的一个方法 就是以图形的一个方法 来表示集合跟集合之间的关系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例题五 右边这个图呢 就是属于范恩图 那它要你看说X 集合XYZ里面的元素 集合X里面呢 就是这个元里面的 有1有2有3有4 这个4是包括在内的 这是这个元 是这个元的意思 1 2 3 4 然后Y呢 Y就是这个大元 包括456 456 你不要讲说 老师是这里拿掉了 这里也可以 再拿一次吗 可以的 这个4呢 我们之后呢 会有一个名称给它 它叫做交集 它们 它是同样属于这两个集合 同样属于这两个集合 有些情形是这样 比如说什么情况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 讲说XYZ是买华文报 买英文报 买马来文报 结果呢 有人真的是两个报纸都买啊 对吗 所以有有情况呢 不是我们集合 不是不是说我不在这个集合 就一定要在另外一个集合 也不可以讲说我在这个集合 我就一定不在另外一个集合 当然也是有这样的情况啊 比如说是男生跟女生的集合 不可能有交集吧 对有一些情形 是会说一定 一定不可以跨两组 但是有一些时候又可以吧 所以要看你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啊 所以当然我们的集合论是一个非常 非常难过不同的情况的一个一个研究啊 所以我们就要考虑到说 哎有时候呢 真的是有一个人可以混跨两组的吗 对所以这种情形呢 是可以被允许的 OK 所以这个 Z呢 只是包括 只是包住这个6啊 所以Z只有这个6的集合在里面 OK 所以这个是XYZ 你可以列完它的远数啦 再来看6 再来看6 立体6 放N图 如果我给你说A是1234 B是小于8的次数 你会看到A235 跟7 对吧 就是它的2357 你会发现到2跟3呢 也同时是属于A的 所以123是5跟7 就是只有B A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啦 OK 这个例子可以讲说 我们通常一般上啦 一般上我们看到说这个文字写了很多时候 我们会再列一次 因为文字是文字 有时候我们还要再想一下 所以小于8的次数有2 有3有5有7啊 所以你列完了之后呢 你再考虑说A同时在两组的是2跟3 只有在A组的是1跟4 只有在B组的是5跟7啊 就可以发出来了 OK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随堂练习3的部分 OK 所以他要你 这个打字会比较好 所以他要你列完A的集合 B的集合还有C的集合 我们的A有A B C E 对吧 就是这个A B C E 一般上我会尽可能顺序啊 所以ABCD有顺序吗 1234 数字也有顺序 一般上我会跟着顺序 我不是说 我会先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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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同学会啊 我一定要宣 A E 先的 没有的 我我的做法呢 是跟着回那个顺序 B的话呢 呃 A B C不在 D E也不在 F有 然后呢 到H 到H 然后这个是B的 然后呢 C的话呢 C的话 有A 没有B 有C 有D 没有E 有G 有I 啊 有G 有I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ABCD的元素了 第二题呢 它要你画 幻灯图 啊 画幻灯图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S哦 因为这个S哦 它用的用的是 小于20的正偶数 啊 这我可能列完出来这吧 小于20 就是24 6 8 10 12 14 16 18 小于20可以包括20吗 应该不可以啊 小于没有等于吗 啊 所以这个是26 80 呃到18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那集合之间的关系 他们两组横跨两组的应该是6跟12 所以呢 P的这一边 呃 3跟9 是只有在Q P 只有在P 6 跟12 横跨两边 过后呢 还有2 2 4 6 写了 8 10 12 写了 14 16 18 OK 这个你要注意的是我们画 放人图的时候啊 我们会在这个元素的左边呢 放一个点 啊 放一个黑点 一定要放了 如果你不放的话 这个数字呢 他会有另外一层的意思 我们持续会在讲啊 一般上如果我们在在这边可能放一个数字 然后没有点的话 我们其实是在表达这一个区域有多少个元素 所以有点跟没有点呢 他很大的一个差别 有点代表是元素 没有点代表是基数 OK 所以当然基数是9.2的部分啊 我们还没有接触到 不过所以你要注意啦 我们这边一定要放一个点啊 啊 每个元素的左边呢都会放个点 像你看这个图也是的对吗 每个元素前面放一个点的 这个也是一样的吧 点一点二点三 你看都会放一个点在那边 这个也是 对吧 你找到没有点了 你再告诉我吧 OK 所以都会有放点的哈 没有点的话呢 他是另外一层意思 所以等下呢 你就会开始看到 然后等下我会再讲啊 他代表什么 好 9.1C到你们做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空极的部分啊 什么是空极呢 如果里面呢 是没有任何的元素的话 有一个元素 有一个集合里面不含任何元素的 我们就把它称为空极 这个空极呢 就写法有两个 一个是一个零 撇一撇 另外一个写法呢 就是这个空极啊 就是公挂号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所以他有两个写法 但是注意哈 注意哈 这个呢 不是空极啊 这个不是空极啊 啊 这个是一个集合里面有一个空极 有点怪怪的 所以他是有两个层次 有时候集合里面还可以有在有集合 所以这个情形呢 不是属于空极 这个写法就算是错了一个写法 你可以讲说他是一个错误的写法 这个不是空极 他是代表说一个集合里面有一个空极啊 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注意哈 这两个写法 不要combine在一起啊 sorry啊 不要combine在一起 ok so什么情形是空极呢 比如说他讲 a x是能够被二整除的基数 我们知道基数是13579嘛 就是基数肯定就不能被二整除了 对不对 你又 又要是基数又可以被二整除 我就应该就找不到数字了 对不对 找不到数字的 那我们就去叫他空极啊 哎 这样b的情形也是一样 我又要他小于3 同时又要他大于5 可能吗 我小于3的数字就不可能大于5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个空极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看一下立体器 哪一些是空极 哪一些不是空极呢 A A 我们看一下啊 x 是偶数 又是指数 这个不是空极哦 因为我们有一个2啊 2 同时是偶数 也同时是指数哦 所以2是属于A的 所以他不算是空极 然后呢 b的话呢 是超过31天的月份 我们知道每个月份最多是31天吗 对不对 要超过31天好像没有了吧 所以这个b呢就是空极了 x可以被5整除的偶数 可以有偶数可以被5整除吗 有啊 10啊 对吧 10 20 30 这些后面是零的 都是可以被零整除的偶数 呃 被5整除的偶数 所以 c就不是空极了 啊 因为我们找到数字了 然后d的话呢 他又要是 整除 他要是自然数 他又要在 四分之一跟二分之一之间 四分之一其实是0.25 二分之一是0.5 这两个数字之间应该是只有小数 啊 只有小数而已吧 对不对 0.25到0.5之间 只有小数 不可能有整数了啊 所以这个d呢 就是空极了 ok 所以这一边呢 你就要发挥一些你的这个逻辑 啊 思考啊 看一下他是不是空极 0 这个是不是空极 不是啊 这中 里面有一个0 这个元素啊 对不对 这个集合 0啊 不是空极 他有一个元素 0 0不是 所以包括了 如果你中间放一个空极 也不是空极 这这个情形也是啊 这个情形也不是空极啊 这个情形代表说 这个集合里面有一个空极 所以我们就不是空极咯 一个集合里面有空极啊 所以不是空极 哎 再来看这个跟这个有不一样吗 啊 左边是空极 右边这个呢 刚才有提到的 集合里面有一个元素 5 这个是空极 这个空极是一个元素 哎 就集合里面有集合 所以他两个是不同的意思 啊 不同的意思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随堂练习式的部分 哪一个是属于空极 哪一个不是空极 5个角的四边形 我们知道四边形一定是四个角的吧 对不对 不可能有五个角的吧 所以这个是空极啊 啊 这个是空极 然后他是整数 他的 X 要大过5 所以有六七八九十对吧 所以他不是空极了 这不是空极 我打差就好了啊 不是空极就打差 然后再来看看C C是十数啊 然后呢 他是小于一 又同时大于二 基本上不太可能吧 对不对 小于一就 小于一就不可能大于二 大于二就不可能小于一 啊 是这个是属于空极了 OK 没有问题啊 所以这边呢 就让你判断说 就是他的集合啊 这个条件呢 是特不可能有的 如果不可能有数字在那边 那他就是属于空极的 OK